端午连续驾期第二天 苏花路廊宜兰往花莲南向 涌入了17,900多辆的车潮 而花莲往宜兰北向则有6,100多辆 整体交通量以及旅行时间 以及预估大致相符 并且预估第三天全日交通量 约15,100辆 预估车度用设时段为中午12点到晚间6点 公路总局也呼吁用路人能够避开尖峰时段 端午连续驾期第二天 宜兰花莲地区天气晴朗 苏花路廊23号南下最高车流量每小时达到864辆 截至23号上午 苏花路廊南下宜兰往花莲方向累积车流量达到4,560辆 北上花莲往宜兰方向是累积流量1,247辆 预估今天,苏花路廊南下车流量仍有6500辆的通行需求 公路总局也呼吁用路人能够避开尖峰时段 连续驾期南来北往切无疲劳驾驶 如有感到精神不济 建议在适当的处所稍作休息或是替换驾驶平安回家 记者凌接休林乡采访报道